尚主,求您回顾所谓的士们,永远不要抛弃穷人的姓名。 天主,求您速来处理您的案件,千万不要忘了拿循明您者的呼声。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 各位教友,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地举行圣祭。 我向全能力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在思念行为上帝过失。 我罪,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统真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 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力天主,愿全能力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以罪,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您垂怜,上主求您垂怜,基督求您垂怜,基督求您垂怜。 上主求您垂怜,上主求您垂怜。 请大家祈祖,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能称您为父,身甘荣幸。 求您在我们心中培育你一子的精神,以承受你所预许的天堂产业。 以上所求,是他你的子,我们的一主天主耶稣基督。 他和你其圣神,永生永保。 阿们。 公主沃泽克尔先知书。 沃泽克尔我,听见一位讲话者的声音对我说, 人子,你要听我对你讲的话,你不要那些想叛演家族。 你要张口,帮我给你的东西吞下。 我观看时,看见一只手向我伸过来,手上拿着一卷书, 他打开书卷,我看见那里边都写了字,写的是哀伤、悲欢和灾祸。 以后他向我说,人子,把给你的东西吞下去,然后去向以色列人宣讲。 于是我张开口,他便说我吞下拿卷书,并对我说, 人子,你要吃下去,吃下我跟你的这卷书,也要吃饱,我就吃了。 这书在我嘴里像蜜一样甜。 然后他向我说,人子,起来,到以色列人那里去,向他们宣讲我所说的话。 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 上主,你的教言是多么甜蜜,上主,你的教言是多么甜蜜。 我喜爱尊贤你的法令,胜过各种财富,因为你的戒命是我的喜乐, 你的简章是我的牧略。 上主,你的教言是多么甜蜜。 你颁布的法律就我有益,千儿经营不能比拟。 你的教言是多么甜蜜,在我口中比蜜更甘硬。 上主,你的教言是多么甜蜜。 你的训为是我永久的基业,是我心中喜悦。 我不断张口虚弃,因为我可慕你的戒律。 上主,你的教言是多么甜蜜。 阿里路亚,阿里路亚。 主说,你们要背起我的乐,跟我学习,因为我是良善新鲜的。 阿里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攻读圣马斗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门徒前来的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呢? 耶稣找一个小孩子来,站在他们中间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变成像小孩子一样,绝不能进天国。 所以,谁说,自牵自卑一下这个小孩子,他在天国中才是最大的。 无论谁,以我的名字,收留一个这样的小孩子,就是收留我。 你们要小心,不要轻视这些小孩子中的一个。 我告诉你们,他们的天使在天上,常常见到我天父的面。 你们认为怎样,有一个人他有一百只羊,如果丢了一只, 难道他不把九十九只留在山上,去寻找那只迷失的吗? 如果他搞到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高兴, 圣不给他九十九只没有迷失的。 同样,你们在天上的父,绝不愿意这些小孩子中有一个丧傲的。 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 在今天的福音当中,耶稣告诉我们说, 所以,谁说自谦自卑,他在天火中,他是最大的。 那么我们在世界上,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自傲,自狂,骄傲。 我们很多人都没有办法自谦自卑。 但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要谦卑,自谦自卑。 保罗众子也告诉我们说, 我一所赐给我的圣仇,告诉你们每一位, 不可把自己估计得太高而过得愤, 但也按照天主所分于每人的性德之度,估计得适中。 这个估计的适中就是谦卑。 这个估计的适中并不是中国人所讲的忠勇之道, 而是谦卑。 那么谦卑的反义词就是骄傲。 骄傲是什么? 当一个人发狂的时候,不认识自己是谁的时候, 那么抱歉自己有超大的能力, 能成就多么的文工伟业的时候, 因此就看不起别人, 甚至于伤害人。 所以这样就是一个骄傲, 就是一个疯狂的狂。 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讲骄傲的言语, 当看到人把事情做好, 就问人某些问题。 如果人也是不会有回答的时候, 就说,哎呀, 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会的。 所以我们就是从言语上超不起某人, 那么这也是言语上的教。 还有是态度。 有的时候人从类似到我的态度, 眼神显示出你的教。 耶稣基督教我们的要谦卑, 谦虚。 那么谦卑就是向人, 没有守着花药之处, 悲就是低下, 不适合在上。 谦卑就是轻看自己的优点, 谦卑就是看自己合乎天主的旨意。 那么合乎耶稣基督的眼光对我们的判断, 这就是谦卑。 所以被这位中世纪直播的布朗德说, 所有的追求, 所有的抄袭追求, 若是不见习在谦卑的基础上, 都会土崩拔起。 无论你多么的守斋刻苦, 多么的天天的念经祈祷, 天天的参与弥赦, 天天的默想, 神修, 如果没有谦卑, 你的德行没有办法长进。 如果你没有谦卑, 你再刻苦, 再修德行, 再努力, 那么你也是会土崩瓦解。 所以谦卑对我们每个人来讲是多么的重要。 而我们私底下说, 骄傲是什么呢? 骄傲就是对自己的优点着迷, 谦卑就是轻看我们的优点。 所以耶稣基督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它虽然具有天主的形体, 它是天主之子来到我们人间, 那么应该说天主之子来到人间之后, 应该在人间当老大了。 结果是没有, 它在人间成为奴仆, 给众徒们洗脚, 它是为徒人。 所以本身是天主之子, 来到我们人间, 还要做我们的徒人, 这就是多么的谦卑呀。 那么耶稣基督不但在这样子做了, 而且他也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 他说在马道福音章告诉我们说, 你们悲弃我的恶, 给我学习吧, 因为我是良善心千等。 所以耶稣基督称自己为良善心千等。 所以我们要笑话他千倍自强, 笑话也许基督的对自己的优点不着迷, 为什么这样子说呢? 他用五变二的给他, 让五千人吃饭之后, 很多人就欢呼他, 让他做国宝, 这样这些人就不用种地了, 不用耕田了, 跟着耶稣每天都可以, 五个别两个一变都有了, 他们要拥护耶稣为宝, 耶稣却引退了, 他没有给他们的欢呼着迷, 耶稣却引退了, 他甘愿着奴仆为门中们洗脚, 他也甘心顺服, 接受罪的刑法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谦卑是我们天国子民的特色, 我们每一个教育, 如果失去了谦卑之德, 那么其他德行都会土崩瓦解。 首先, 我们应该如何修谦卑的德行, 那么第一要用我们骄傲的回感, 否则就无法谦卑, 第二要经历医治, 其实往往十月的人最教, 往往是被伤害越深的人, 心理伤害越多的人, 那么越骄傲, 并不是说真正有才的人就骄傲, 而真正有权势的人就骄傲, 不一定的, 而是被伤害越深的人, 那么他们就越骄傲, 那么我们要甘心接受天主对我们的教育, 甘心接受天主对我们的分岁破岁, 让我们把我们的骄傲能够打碎, 这个骄傲的心理,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家庭当中, 我们每一个人不要都说, 哎呀, 我比你好, 我比你知道的多, 我比你能干, 我学位比你高, 我的教会呢, 我比你值得高, 我做的贡献比你多, 不要这样子, 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了, 而且我们是无用的仆人, 都要自己在家庭当中, 夫妻之间多说一些, 哦, 对不起, 多说一些sorry, 比什么都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恶巴他吃了命不中, 眼睛就看了, 分变散了, 现在这个人类啊, 都是这样, 分变散了, 眼睛很亮, 眼睛都大大的, 妻子呢, 就是分变丈夫的散了, 你这件事做错了, 这件事做错了, 这件事做错了, 丈夫呢, 眼睛大大的, 说你妻子说, 你这儿做错了, 这儿做错了, 然后正非正非也是, 所以你这里做错了, 这里做错了, 我这里做错了, 我这里也是, 中国妈, 美国, 美国妈, 中国, 大家的眼睛都看了, 都说自己是对的, 我对, 我对, 都是我对, 他错, 他错, 都是他错, 我们没有一个谦卑的心, 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修得立功啊, 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 谁若自谦自卑, 在天国中才是最大的, 所以你像在天国中, 特别大的吗, 在天国中, 天主最尽往, 就要在生活中自谦自卑, 把我们自己变作一个谦虚的人, 谦逼的人, 福祉的人。 阿们。 少主万一样的天主, 你一次给我们施粮能赞给你, 我们将大地和人类老化的果实, 每每每每个呈现给你, 神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 愿天主永兽在外心。 上主万有天主 你赐给我们饮料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葡萄是我们人类的果实 葡萄酒总先给你 神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 愿天主永受赞美 各位教友请你们祈祷 往全国的天主圣处 生亡我们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 往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 为赞美光荣他及圣灵 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引出 上主 我们呈现到你祭祷上的这些礼品 原本都是你的恩赐 承你贵然接受 并以你的全能 使得奉献 也成为我们得救的圣事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地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千举心向上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 这是你所当然的 圣父我们借着你 终爱之子耶稣基督 实时处处感谢你 实在是你所当然的 并能使人得救 基督是你的圣言 你借着他创造了万有 并看见他救赎了我们 他因圣神教育 有同仁地诞生 他共享你的旨意 为你争取神圣的子民 圣诞时 伸开双手 以战争死亡 军事复活 因此 我们随着天使和之为圣人 歌颂你的光荣 同生欢呼 圣圣圣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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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有的天主 你的光荣充满天地 欢呼之声响彻云霄 奉上主名而来的 当受赞领 欢呼之声响彻云霄 使用 من圣圣圣圣ulo 小主 神圣圣圣圣圣圣圣 hundred 圣圣圣圣 are as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 圣血 他甘愿设神受难时 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 交给他的文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 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 又感谢了交给他的文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喝 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先而永久的蒙约之血 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 以赦免罪恶 你们要这样做 来纪念我 信得的奥基 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 我们歌颂你的复活 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 上主因此我们纪念 基督的圣死与复活 向你报现生命之两 救人之悲 感谢你使我们得罪的台前 侍奉你 我们恳求你 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 并因圣神各尔门 上主 求你吹念普世的教会 使你的字笔 协同我们的教宗方金阁 我们的主教多么以所有主教 以及全体生的人员 都在配合中日去完善 求你也唤念 协同父母的希望 而然系的兄弟姊妹 便求你唤念我们的祖先 和所有居士的人 使他们想见你光荣的圣度 求你唤念我们众人 使我们得以 欠助之母 同人荣福玛利亚 圣父的敬佩 神乐 责出圣宗徒 以及你作喜爱的历代 向你圣女互相永生 便使我们 欠了你的圣子 也属基督 赞美你 显扬你 全能力借助圣父 一切出金和荣耀 借着基督 协同基督 在基督内 便联合圣神都归于你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其尊从 救赎的训事 又扯扯他的教导 在感说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信仰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 最有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炫于诱惑 但救我们也于凶恶 上周承认从一切三国中 拯救我们 恩赐我们的时代 得向平安 更求你大法慈悲 保佑我们偷免罪恶 面对一切扑扰如何的安全 使我们 牵着起来永生的幸福 和救主耶稣的来临 天下万国 不是权威 一切荣耀永归于你 诸耶稣基督 一直对宗族们说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 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 那看你教会的信德 平安盖的圣意 是教会的团结 你是天主永生永恒 阿们 愿自己平安 常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大家呼住平安 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垂怜我们 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垂怜我们 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赐给我们平安 请看天主的羔羊 请看如免是罪者 蒙昭来佛圣愿的人 是有福定 主我拿不起 你到我心里来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灵魂就会全力 有福定 呼吸 请大家祈祷 上主 我们领受了你圣子的圣体圣学 但愿这个圣事带给我们救援 愿扬了你真理直观的照应 坚强我们的信德 以上所求是阿弯的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 圣子圣神 教父你们 阿们 弥撒里程 感谢天主 感谢天主